好,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本节课来介绍一下 Python为装饰器特别提供的一个语法堂 那么我认为这个语法堂才是 Python里面装饰器的核心所在 最有价值的地方 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语法堂 那么我认为这个装饰器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好,那么这个语法堂就是这样的一个it符号 好,那么我们先不说这个it符号怎么用 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 现在让我们最不爽的一个地方 我们已经花了很大的力气 写出来了一个很别扭的装饰器 明明可以用C7这么简单的方式来解决的 我们还在这里定义了一个千套函数 好,那么定义了这个千套函数就算了 然后我们在调用的时候 还不能够直接调用我们原来的函数F1 我们还得怎么样 我们还得先用装饰器把它作为一个函数 然后把原来的F1作为参数传到Decorator里面去 然后还要用一个变量再接收它 接收完了之后再通过变量的方式来间接的调用函数 哇,这个实在是太烦人了 太麻烦了 太不喜欢它了 好,那么我们可以接受定义时候的复杂 只要它让我们调用的时候足够的简单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有没有一种方法 在我们增加了这样的一个打印时间之后 依然可以直接调用这样的一个F1 来实现我们新增加的这样一个打印时间 好,那么这个就是 at符号的作用 我们可以直接在我们原来的函数 注意,我强调是原来的函数F1 它的上面用at符号 加上我们的这样一个装饰器的名字 好,这样就构成了一个语法堂 好,然后我们不需要使用这么复杂的这样一种调用 我们还是调用原来的F1 不改变任何的这样一种调用方式 因为大家想一想 我们在之前没有改变业务之前 我们肯定是直接调用的F1 对不对 好,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装饰器的一个优势 我不需要去改变我的调用 原来是调用的F1 现在还是调用的F1 这个就是装饰器最大的优势 好,说这么多 跑一下看一下是不是我们要的结果 好,没有问题 依然是为我们的F1添加了一个功能 就是我们的打印时间 但是大家再仔细的看一下 它妙就妙在什么地方 它妙就妙在 我们没有改变我们的原来的调用的逻辑 不管是C7 大家看一下 不管是C7的这种写法 还是C8原来的这种写法 它都是改变了我们原来的这样的一种 调用的调用方式 但是我们使用了这个语法谈完之后 就可以保持我们原来调用的方式不变 我再次强调 这个就是装饰器最大的特点 也是它的意义所在 好,那么这个才是一个完整的 有意义的装饰器 好,那么为了讲好这门课程 特别是对于装饰器和臂包 这样一些比较复杂的概念的时候 我确实做了很多的调研 然后看到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 不管是文章资料还是教材书籍里面 给大家介绍装饰器的时候 都是在围绕着这样的一个地义时候 在给大家讲装饰器的模式 但是我认为这个都没有抓住这样一个核心点 核心的地方还是在于 Person给予了装饰器一个非常方便的语法 当at符号 只有有了at符号 才能真正的体现出装饰器的优势了 只有有了这样的一个at符号 才能保持我们代码是不会被破坏的 以前你是调了调用F1 现在你依然是调用F1 好,然后有了这个at符号之后 我才能给大家很形象的解释 它为什么叫装饰器 大家仔细听一下 我原来有一个函数 它就是F1 它只有一个打印功能 然后现在我在F1的上面 添加了一个像装饰物一样的东西 好,很神奇的 现在F1就被添加进了一个新的功能 打印时间 这个才是真正能够体现装饰器的一个说法 好,如果说你看了定义了之后 再看装饰器你觉得没有什么 但是我们如果直接的看现在这样一个at符号的话 大家应该是觉得它还是真的是挺神奇的 加了一个at declarator 然后F1的功能就被改变了 而且我们既没有改变F1内部的实现 我们也没有改变了F1的调用 确实是很神奇 很多资料里面 其实都是对于鱼法堂这种东西 是非常的不以为然 因为鱼法堂它不能提高性能 但是我个人认为来说的话 鱼法堂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 很多同学可能还不知道什么是鱼法堂 鱼法堂其实只是一种魔术 帮你改变了一种写法 比如说我们原来 比如说我们对于同样的一个DK的装饰器 如果我们没有at 鱼法堂的话 我们要这么调用 但是有了这样的一个鱼法堂的知识之后 它可以把它简化成这样一种写法 这个就是鱼法堂的作用 相当的重要和有意义 好 那么如果大家觉得鱼法堂不重要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对JavaScript比较熟悉的同学可以听一下 熟悉JavaScript的同学都知道 JavaScript的最新的一个标准 最新的应该是ES7 我们就说ES6 ES6是对于 我个人认为是对于JavaScript的一个里程碑 一样的一个标准 那么在ES6里面 它提供了一种机制 可以让我们用class这样的一个关键字 来定义一个JavaScript的类 在ES6出现之前 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JavaScript的原型链 来模拟这样一个面向对象 但是实在是太过于怪异了 那么ES6它可以让我们就像我们在Path 里面定义一个类一样 来定义这样的一个JavaScript的类 但实质上来说 ES6里面绝大多数的 包括这个class的定义 它也只是一个语法堂 ES6并没有改变JavaScript底层的运行机制 这个是没有的 它同样是做了一个语法堂 其实你要说了语法堂 我觉得最喜欢用语法堂的 还是C下方 它的语言设计里面 有大量的这样一个语法堂 特别的是点在这4.0之后 有很多的这样一些语法堂加入了进来 这个没有什么不好的 还是我说的这样一个观点 我们可以接受定义时候的复杂 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够接受调用时候的复杂 因为定义的时候复杂 我们可能只用写一次定义 但是调用却是到处都会用到的 这个也是我们封装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好各位读者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那么这节课我是加入了我的一些自己的理解 那么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有自己的这样一个判断力 还是我说的之前的这样一个观点 高级的这样的一些Python知识 它都是方便你去写出更优质的代码来 很多时候它会和我们这样的一个编程的思维和设计的模式会相挂钩 然后你说你不用这些装饰器可以吗 没有问题 C7就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对不对 它不能说很好 但是它也可以说是一种不错的一个解决方案 但是是不是选择装饰器 这个就取决于你自己了 并不是说一定要用装饰器 好 那么课程最后我再补充一点 给有编程经验的同学听一下 其实Python里面的装饰器 它其实是体现了这样一个AOP的编程思想 好 那么AOP我们就不再展开讲了 因为这个是设计到一个设计模式 而且我比较推荐AOP的这样一个编程 我在上一门PHP的课程里面 大量的应用了这样一个AOP的编程思想 那么想了解的同学建议下去之后去了解一下 AOP到底是什么